大家好 歡迎來到傘樹的頻道 中國最西北新疆自駕游的第23天 今天的行程很緊湊 從庫爾勒到菸起 因為繞了一圈蘿蔔人村寨和博斯騰湖連海世界 原本只要60公里的路 結果能讓我們跑成了260公里 早上7點半被當中叫醒 警官很困但也得起床 8點鐘小朋友們都醒了 然後一起去吃飯 這家酒店的早餐評論還是不錯的 來到餐廳轉了一圈 環境很好 早餐還是比較豐盛 小朋友們知道今天要去玩沙子 早上的時候一覺就起床了 感覺突然間精神煥發 一直都特別的興奮 所以今天早上吃飯也很賣力 心想吃飽了 可以在沙山上多玩一會兒 吃完早飯回房間收拾行李退房 上午9點40開車啟程 前往小朋友們嚮往一晚上的 中國西部地域面積最大的村莊之一 羅伯仁村寨 本來昨天被迫從库車改變行程到庫爾勒 就是非常的突然 所以對庫爾勒這邊也基本上沒什麼了解 上午開車出來走在庫爾勒大街上 感覺庫爾勒城市還是挺大的 庫爾勒唯吾爾語以為眺望 是八州的首府 但卻是一座縣級市 因盛產齒名中外的庫爾勒鄉里 有稱黎城 走在庫爾勒市區的大街上 感覺處處都是高層建築 據說庫爾勒城市建城區面積 2013年擴大到113平方公里 城鑽化率達到了73% 另外庫爾勒還有很大一片國家級開發區 有好多好多化工類的工廠企業 所以總是感覺庫爾勒多多少少會有些霧霾 所以昨天來到庫爾勒 總有一種回到史家莊的感覺 大約走出庫爾勒開發區 我們再一次走上218國道 上一次走218國道 還是從那拉提到龔乃斯 並翻越了令人難忘的埃肯塔坂 今天去羅伯仁村寨 從庫爾勒到玉立縣也得走一對218 這邊218國道上大車很多 基本上開不起來 本來到羅伯仁村寨只有80多公里 但導航預計居然要兩個小時才能到 庫爾勒是位於新疆中部 地處塔利姆盆地東北原的庫爾勒綠洲 北翼天山之邁霍拉山和庫魯克塔格山 南陵塔克拉馬干沙漠 東與伯湖縣相林 南與玉立縣相接 西與輪胎縣相依 北與延期回渡自治縣相遭 另外在庫爾勒市區北面的霍拉山 和東面的庫魯克塔格山中間 有長達14公里的鐵門關峽谷 自古以來都是通往南疆 青海帕爾米爾高原以及南亞的通道 所以庫爾勒也算是古斯丑之路中道的 咽喉之地和西域文化的發源地之一 是南北疆重要的交通樞紐和物資集散地 也是該地區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上午10點26到達玉立縣城北檢查站 在這裡要檢查行程碼和核酸證明 一切順利繼續通行 昨天來庫爾勒的路上 小朋友們大致了解了一下庫爾勒這邊的旅遊情況 庫爾勒境內有一湖兩河 一湖是博斯藤湖 兩河是塔里木河和孔雀河 後來小朋友們又挑了三個庫爾勒附近想玩的地方 分別是羅伯仁村寨、博斯藤湖和金沙灘 基本上都是可以玩水玩沙子的地方 昨天晚上我也大致看了看庫爾勒附近遊玩的地方 庫爾勒北邊8公里左右有一個鐵門關 南邊80多公里是羅伯仁村寨 東邊40多公里是博斯藤湖阿虹口連海世界 博斯藤湖邊的大河口西海遺村也是80多公里 河瀉金沙灘就更遠了 差不多160公里 這回可真夠頭疼的 這幾個景點分布於庫爾勒的東南北三個方向 而且距離也都不近 關鍵是路上開車也開不起來 沒有一條線路能很好地把這幾個地方串起來 如果都想玩一遍的話 必須得在庫爾勒多住一天才行 不過再看看小朋友們返校的要求 感覺時間太緊迫了 那就只能盡量滿足小朋友們玩沙子的要求了 上午10點43前方路兩旁出現了精美的滑燈 估計應該是進入到玉璃縣城了 其實要是按我的想法 我更想去的是庫爾勒北邊的 列為中國古代26關之一的鐵門關 我一個最不擅長爬山的人竟然想去爬山 他們個個都是爬山高手卻一致反對 鐵門關雄關位於庫爾勒市以北8公里 霍拉山與庫洛克塔格山中的峽谷中 惡孔雀河上游陡峭峽谷的出口 曾是南北江交通的天險耀充 古代絲綢之路中導咽喉 據說到目前為止 鐵門關段的古絲綢之路是整個古絲綢之路中 保存古元貌最完整的一段 最早近代在這裡設關稱為鐵門 古稱鐵門關 仗前賢兵出世西域曾路過鐵門關 唐代詩人岑參曾在鐵門關一樓赴詩 前梁張旨進屯鐵關 百煙七亡隆溪 鐵門關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 如今官旁山坡上還留有古代屯兵的遺址 國民黨旅長張軍等人屯兵此關 留下錦山戴河四個大字更是一大亮臉 另外鐵門關還流傳著筷子人口的 塔伊爾與佐赫拉的哀眼故事 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 鐵門關還是南北疆氣候的自然分界線 上午10點49我們已經來到了玉璃縣城中心 玉璃一名源於漢代西域古國玉璃國 玉璃又名羅布鬧爾 源於羅布泊爾得名 以為水草風雨的湖泊 因有218國道貫穿全線 也算是南疆的重要交通樞紐之一 玉璃縣的旅遊資源特別豐富 有库爾勒的後花園之稱 另外玉璃縣的礦產資源也很豐富 尤其是製石儲量占全國總數量的93% 據世界第二 製石是個很神奇的東西 在被高溫加熱時會不斷地膨脹 由於這個動作很像是水質在蠕動 因此人們把這種石頭取名為製石 製石會應用到很多領域 比如高溫格局、防火層、暖寶寶等 另外也廣泛應用於多肉植物的養殖上 库爾勒及周邊地區由於具有良好的水土光熱資源 古代是西域最早的屯田區域之一 特別是以種植香梨、瓜果、番茄、辣椒和棉花等經濟作物 其中玉璃就種植了幾十萬畝 库爾勒香梨和哈密瓜等瓜果 剛走出玉璃縣城會經過孔雀河 二八國道在玉璃縣城段也被稱為孔雀路 孔雀河也算是库爾勒的母親河 源於伯斯藤湖的孔雀河穿越鐵門關 流經库爾勒綠洲中央 從玉璃縣穿過最終注入羅勃坡 其實關於新疆各地瓜果 還有一具更長、改口性更強的順口流 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的瓜 野成的石料人人瓜 库爾勒的鄉里甲天下 阿克蘇的蘋果頂瓜瓜 阿圖石的無花果名聲大 下野地的西瓜甜有沙 喀什的櫻桃曬珍珠 加石的甜瓜甜掉牙 和田的薄皮核桃不用敲 库車的白杏味最佳 新疆各地的瓜果如果產地不對 那瓜果的風味和口感就會差個十萬八千里 就拿库爾勒香梨來說 只有孔雀河流域 库爾勒是輪臺縣和玉璃縣種植出來的才最低的 從玉璃縣城走出來沒多遠 上午10點58 我們離開228國道 右轉進入塔里木村 從這裡走上242縣道 這邊村莊的房屋 可能是因為靠近沙漠的緣故 基本上都是黃色的 離開國道 路上的車少了很多 剛才又提到库爾勒香梨 那咱就再啰嗦幾句 現在儘管阿克蘇地區也能產出库爾勒香梨 但風味和長相都略有不同 個頭稍大皮也略厚 库爾勒香梨唯語叫做奶西姆提 意思是噴香的梨子 最傳統最地道的库爾勒香梨 必須是落地積碎入口化水 據說香梨樹壽命很長 最長可達200年 由此可見 正宗的库爾勒香梨 是孔雀河柳裕出產的 位於孔雀河柳裕的玉璃縣 也算是库爾勒香梨的一大出產基地 我們現在走在這邊 根本就跟盲人一樣 完全按照導航的提示前行 500米後 向左前方行駛 請注意變換車道 300米後 向左前方行駛 即將靠右行駛 隨後左轉 100米後 向左前方行駛 靠右行駛 隨後在道路鏡頭左轉 向左前方行駛 他到底寫得今日多軟啊 直走 直走到頭左轉 這是人家這邊的車道 墨底上按的還是琢磨琢磨琢磨 不讓你左轉還要試 這 聽到下一則語音提示之前 請言當前道路行駛 會走了嗎 你那邊是逆行玩的啊 這有一個好心 我靠了你 不讓你左轉呢 是我愛左轉 不讓左轉 哈哈哈哈 走出塔里木村 由此左轉走上敦闊坦路 今天小朋友們 执意要來駱布人村寨 就是因為看到介紹說 這邊有湖有水有沙漠 既然有沙漠 那應該就是塔克拉馬干沙漠的邊緣地帶 走在敦闊坦路 也就是242線道上 原本兩邊的農田 很快就變成了一望無際的草地 越走地上的草越少 確實感覺車窗外的景象 越來越在像沙漠過渡 同時也給人越走越荒涼的感覺 小朋友們說 走在這段路上 有點像曾經在二廣高速上 開往二廉浩特時看的景象 看看車窗外好像還有很多湖陽樹 他們又想起了這次來新疆之前 在厄吉娜開車走進湖陽林的情景 這就是個小村莊擺在那裡 上午11點18 我們又走進了一個村莊 琼庫勒村 村子裡同樣還是黃色的 方方正正的房屋 只不過每家每戶 好像都有很大的院子 沒想到這麼冷的沙漠 還得穿厚點 不過我還得給你們繳衣服 500米後 左轉 進入Y049香道 請注意變換車道 不知道這裡的村民 曾經是不是跟蘿蔔人一樣 過著捕魚的生活 村子裡路邊有些烤肉店風情園 還有好幾個美食餐廳 應該都屬於東家樂一樣吧 琼庫勒這邊是大片的琼庫勒牧場 蘿蔔人村寨就屬於琼庫勒牧場 前方出現了一條岔路 從這裡我們要左轉進入琼庫勒路 也就是直通蘿蔔人村寨的 147香道 即將向左前方行駛 100米後 你看這個小房子 左轉 進入Y049香道 跟哈薩克那個有點像 跟那個沙大里一樣 向左前方行駛 進入147香道 哇 還九公里呢 他們最近的那個雕花 聽到下一條語音提示之前 請言當前道路行駛 就他們房檐上 窗籠上 那個花紋 真漂亮 而且他們看 做那個自家的那個 涼亭 那個雕花 老鄉不請讓我說呢 其實雕花那麼漂亮 今天的天氣對於玩沙子來說還是不錯的 因這天沒有太陽 不會覺得曬 其實我們一直沒怎麼開窗戶 剛才抽根煙打開窗戶 感覺外面還挺涼快的 看看室外溫度 才24度 真是挺舒服 只不過現在開車走在這前不著村 後不著地的荒野中 越往前越接近塔布拉馬乾沙漠 路邊立著胡陽的雕塑 再加上烏雲烘陀出的氣氛 還真有點看酷無邊的感覺 中午11點半 我們終於來到了羅布仁村寨景區名前 300米後 接近羅布仁村寨風景區 前面上來這 慢一點 左彎嗎 這兒吧 小車區 從庫爾勒出來到這兒 只有80公里 還真是開了將近兩個小時才到 景區的停車場幾乎沒什麼車 是我們來得早了還是怎麼回事呢 這麼大的景區只有這麼幾輛車 油客中心前是一片彩色的廣場 停好車走進遊客中心 趕緊去換票 小朋友們繁忙跳跳的顯得特別的開心 這裏只是遊客中心 檢票之後 還要坐一頓電平車到阿布丹廣場 也就是罗布人的村寨 司机师傅说 从8月1号开始 游客一下子就少了很多 现在新疆的防疫政策是指出无尽 前些天游客多的时候 电瓶车都不够用 现在我们四个可以享受专车了 师傅这车是坐这个吗 对 韩国的车 好嘞 好嘞 我们十分钟发一趟 行 我们先上来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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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消了多 没事 我们拉一车人一消 因为一路来看不着车 在这游客都来不了 不是 我还走过那车呢 你说这边特好 车特好 我一路开着见不着个人 就是面积最大人口游客 真好 中午12点了 等了一会儿不见有游客来 电瓶车缓缓启动 世代生活在罗布泊附近的土著人 被称为罗布人 百转千回的塔里木河 在沙漠中形成了一片绿洲和海子 罗布泊曾经也是水草风暴的地方 罗布人追随着不断改道的塔里木河 而不离不弃 有趣的是 他们生活在干旱少雨的沙漠之间 却不是游牧民族 而是靠骨鱼狩猎为生 鱼是罗布人的主食 也是罗布人的图腾 罗布人存在入口的大门 看上去像是一个高大的鱼骨状图腾 可见鱼在罗布人生活中的地位有多么的崇高 有着死海之称的罗布泊曾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湖 也是罗布人先被安居生息的地方 如今罗布泊的踪影已经难以寻觅 世代生活在罗布泊的罗布人 却仍在塔格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塔里木河畔 过着主水而居的渔猎生活 据回江志记载 罗布人不中无骨 骨木生畜 唯一小粥鱼为食 罗布人村寨总面积大约有72平方公里 但村寨里却只生活着二三十户人家 是为数不多的最后的罗布人 电瓶车拉着我们在路上狂奔 路边的景色跟刚才开车看到的差不多 个别地方有木头搭建的小桥 可能是可以自行游玩拍照的小景点吧 看木牌子上写着生命之路 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前年情数 很快又经过罗布人民署展厅 不过这些地方好像都没有开门 电瓶车开了八分钟来到了阿布丹广场前 罗布人热爱自己的家园 他们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叫做阿布丹 意思就是罗布人定居的好地方 从这个阿布丹广场往里走就是罗布人村寨 不过按照行程的安排 在这里我们要换乘另一辆电瓶车 先去沙漠中的神女湖 然后再从神女湖回到罗布人村寨 步行游览罗布人村寨之后 再回到阿布丹广场乘坐电瓶车返回游客中心 中午12点24我们再次坐上电瓶车 前往沙漠中的神女湖 不知是不是前些天这里下过暴雨 看上去好像曾有涨水的迹象 很快我们经过一条黄色的大河 估计这应该就是塔里木河吧 刚走过大河眼前就出现了大小沙丘 转眼间走进了大漠中 经过盘旋的沙漠公路 中午12点32我们到达了神女湖 你记得要不一条 你随着不来吗 我随着不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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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女湖一边有木栈道连接着湖泊边的观景台 先去湖边看看很漂亮 没有太阳并不感觉热 小朋友们开始在这里玩水玩沙子了 神女湖这个湖面积虽然不大 但湖水清澈碧绿 如镶嵌在沙海中一只神情卖卖的明萌 我来不教你做烟雾上 旁边木栈道观景玩水一个小时之后 小朋友们又去神女湖的另一边沙山 租了个滑沙板开始滑沙 旁边还有骆驼驿站也可以骑骆驼 我是不爱玩沙子 于是在沙山下的休息区免费休息 坐在湖边确实很舒服 在沙山下的休息区充费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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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玩起沙子来还真的是没够啊 在沙山上爬上滑下 一趟趟的循环歇都不带歇的 玩了两个小时也不知道累 我只能跟他们说明天可以继续玩水玩沙子 这样他们才肯走下沙山 其实接下来还有萝卜人村寨要转呢 下午3点47 我们再次坐上电瓶车前往下一站 电瓶车的线路就是绕着沙女湖跑一圈 最后到达电瓶车终点 东沙山服务区 从这里可以一边走一边玩一边拍照 有沙漠有湖洋有小海子 这边特别适合拍照了 也可以继续玩沙子骑骆驼 现在是夏天 胡杨叶的还是绿色的 再过两个月完全一片金黄色 那时候一定是最漂亮的 的温泡沙子 继续玩沙子 可以按下来 对,谢谢同时 不是继续玩沙子 看来在沙山里 要许软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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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忙 走吊桥通过塔利木河 河水比较平缓 但都是土黄色 走过萝卜人赖以生存的塔利木河 便来到了萝卜人村寨 走进大门 就是成寿广场 这里有萝卜茶园和成寿长廊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在这里还可以和百岁萝卜老人合影 萝卜人长期与世无争 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造就了萝卜人乐观 知足随和的性格 特殊而有健康的饮食习惯 则塑造了他们强健的体魄 所以萝卜人村寨 也是个远近闻名的长寿村 村里有很多百岁老人 萝卜人演一听 看上去空空荡荡 本来今天是有演出的 结果因为疫情而取消了 要表演的话 咱们正好能赶上 沿着村中小路走走转转吧 这好像是树枝搭起来的帐篷 旁边还有萝卜人祭坛 别说这还真有一种神秘的气息 萝卜人婚房也是紧锁着大门 婚房对面又有几座树屋 再往前走就是萝卜人家 这是一处院落 古十几户萝卜人生活在这里 院子里有特别大的牧床 小朋友们看到 有洗手的葫芦 觉得特别的好奇 院子外面还有萝卜人 捕鱼用的牧床 经过萝卜人家 看地图上还标有捕鱼人家 反正也有路 继续往前走吧 这边明显的多了一些小河道 河边有许多胡杨树 没走多远 又有一座萝卜人祭坛 继续往前走 这边的景色越来越漂亮 经过坚能险阻 我们终于走到了捕鱼人家 捕鱼人家有一座巨大的牧床 走过捕鱼人家 前面就又回到了阿波旦广场了 其实刚才我们从捕鱼人家 不走公路的话 还有一条路 可以经过太阳墓 路过吉尼斯考坑 百鱼考验和旱带风碎 然后再回到阿波旦广场 我说怎么没有看到罗伯人烤鱼呢 其实罗伯人吃鱼 基本上都是烤着吃的 我也是特别喜欢 吃新疆这边的烤鱼 没想到再次回到阿波旦广场 坐上电瓶车 已经是下午5点57了 小朋友们还计划着 要去博斯腾湖连海世界呢 从罗伯人村寨到连海世界 有120公里 按照上午来时候的路况来看的话 估计至少得三个小时才能到 那估计到连海世界 可能正好是晚上9点吧 虽然天还没黑 估计也是下班了 算了不想那么多了 相对于明天还要去 和朔鲸沙滩玩水玩沙的 小朋友们对连海世界的兴趣 要小一些 不管怎么说 今天晚上要赶到 博湖县或者延汽县 反正也是顺路 就奔着连海世界去看看吧 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又回到了游客中心 此时天气还挺好 太阳也出来了 但气温并不高 走回停车场 下午6点14 我们再次启程 赶往波斯腾湖 连海世界 从罗伯人村寨出来 并不是原路返回 而是走另一条路绕回去 这样的设计确实很好 对于景区来说 一进一出都是单行 不至于游客多的时候造成堵车 走着走着好像进入到了一片胡阳林 这要是秋天 那得多漂亮啊 还真是没走多远 我们又经过一个小村庄 霍尔加村 霍尔加村是玉璃县 敦克坦乡下辖的一个行政村 因紧邻罗伯人村寨景区 和罗伯纳尔国家湿地公园 几些年村里开了一些 农家乐 木家乐和民宿 据说当胡阳叶子一黄 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 那时候的霍尔加村里 游客比村民还多 走在140香道上 可以看到 村里路两旁都安装了路灯 整体看上去非常的干净整洁 据说当年 村里刚开始搞旅游的时候 很多村民也都在观望 最开始 合作社对五套长期 没有人居住的房屋 分别投资三万五 升级改造为民宿 三年后 村民可以自己经营 也可以委托合作社统一经营 村民按比例得到分成 分成每年都有增长 每当胡阳树变为金色树叶的时候 前来观赏的游客可以住进民宿 白天自驾去胡阳林拍摄游玩 晚上就在民宿院子里吃烤肉喝茶聊天 在合作社的带动下 目前 霍尔加村里也有十几户村民经营餐饮和民宿 这两年 霍尔加村修建了停车场民宿风景园 据说还要修建房车驿站 到时候游客们可以很轻松的欣赏到大漠胡阳星空的美景了 另外霍尔加村还正在打造 罗布人文化 罗布羊和罗布麻三罗产业 罗布麻茶自助烧烤罗布羊肉 村里文艺小分队也经常表演 罗布闹尔狮子舞 走出霍尔加村很快到达了阿基托格拉克村 咱们没来过这儿吗 来 前方路口靠走行驶 不是这么来的 即将靠左沿逐路行驶 随后右转 这些村我都没进去经过 靠左沿逐路行驶 随后一百米右转 这是我走差那条路吗 对啊 走的是河代表 对啊 你差点是河代表 是河代表 对 六转 请二四二线道 不是这 不是这 是不是这 是不是这 不是 不是啊 不是另一边 您将在二四二线道上继续行驶 8.5公里 这里大概也是敦克坦乡 敦克坦 维吾尔语以为沙丘上的羊圈 原地名为拉伊苏 其泥水之一 后因被洪水淹没 牧民便搬到奥伊达耶尔西南 北干河北岸的一个沙包上造房修眷 因此这里便被称为敦克坦 绕过村庄再次走上二四二敦克坦路上 前方有一个加油站 正好这里清静在这加个油吧 进加入站需要登记信息 同样我还得下车在外面等着 加完油继续沿着敦克坦路前行 很快又回到了琼库勒村 上午到罗布人村寨就是从这里的岔路过去的 现在相当于绕了一个大圈又回来了 小朋友们现在都已经睡着了 今天游玩了罗布人村寨 我们也了解到 罗布人最早生活在罗布坡附近 现在除了今天游玩的罗布村寨阿布丹 其实罗布人也分布在其他一些地区 而且还留有罗布人迁徙生存的阿布丹遗址 在若昌县城向北约80公里的荒漠区域 是被称为草库勒的地方 历史上发源于阿尔金山的米兰河 若昌河 石瓦峡河三河自北向南汇聚于此 和北来的塔里木河 西来的扯尔陈河共同汇入台特马湖 台特马湖与罗布河之间有河道相通 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塔里木河断流 生活在此补鱼为生的罗布人 只得女河迁徙 但在这里却留下了 罗布人当年编造的密室的卢尾屋 残留下来的卢尾屋 分布在方圆两公里范围内 这里是一处罗布人曾经的渔村 也就是罗布人所说的阿布丹 回城的时候沿着242县道 并没有走来世经过的塔里木村 而是直接走奥曼库勒路 也就是148乡道 经过奥曼库勒村一路向北 跑起来很舒服 阿布丹是适宜定居的意思 这个称谓并不特指某个地方 罗布人随湖泊河流而居 在迁徙的过程中 他们会放弃老阿布丹寻找新阿布丹 下午7点时期我们又回到了218国道上 再次越过孔雀河进入屋里仙城 相传东汉著名将领班超曾引马于此 因此也被称为引马河 又相传皮匠常在河中洗皮革之故 有名昆奇河 维吾尔语意思就是皮匠河 因昆奇河孔雀声音听起来差不多 将昆奇河译为孔雀河 由此孔雀河的名字一直沿用纸巾 当时孔雀河边确实有一大批皮匠 他们从巴丹布洛克草原收购猪皮 运到库尔勒 利用库尔勒干燥的气候和便利的水源 加工皮革制造皮鞋皮衣皮帽 清朝和民国年间就流传过这样一段谜谣 吐鲁番的葡萄哈米的瓜 库尔勒的香梨 烟齐的马 库车的羊梗的一朵花 库尔勒的皮货顶瓜瓜 沿着218国道一路向北 路上车很多 车速开不快 导航似乎为我们选择了一条捷径 在快到达西尼尔镇的时候 引导我们右转走上了一条国防公路 这是一条很陌生的小路 路面不宽 并且还坑坑洼洼的 不过走出没多远 就左转进入到了望湖路 这望湖路可真是不错 看上去像是新修的公路 几乎没车 而且还挺宽敞 这么走正好照顾 西尼尔镇和库尔勒的检查站 确实能节省不少时间 西尼尔维吾尔语意为实验 据说藏有村民 在西尼尔镇一带实验 撒住小麦尔色苗 西尼尔镇成立于1996年12月 原本属于玉璃县 2009年7月 由玉璃县幻归为库尔勒市管辖 西尼尔镇的西边就是库尔勒离城机场 现在的西尼尔镇是库尔勒市的工业强镇 工业主要以纺织、油纸、建材材料为主 农业主要以种植棉花和香梨为主 沿着望湖路向北走到头是顶星路 然后左转沿着顶星路向东走到东环路 这东环路应该就是库尔勒市的东环路了 这边有很多很多的纺织化工企业 估计是库尔勒的经济开发区 跟着导航从东环路转出去 又拐了几道弯 走上了老S206省道 转过来又看到218国道的标识 这个218估计应该就是库尔勒通往 博湖线旅游景点的旅游路线 一看就是新修的路 跑起来特别顺畅 晚上8点10分前方出现了一座收费站 原来这就是库鲁克塔格收费站 一般夏季去博泽藤湖的游客肯定特别的多 这条公路作为旅游公路 确实是特别的方便 特别的快捷 经过收费站就开始爬坡 前方看样子是要翻山了 这座山看上去光秃秃的 不过崭新的公路在山里穿行 好像一条黑蛇横卧在山中 库鲁克塔格在维吾尔语和蒙古语中 意思为干燥的山或者干旱的山 确实是名副其实 这里基本上都是岩石裸露 没有植被 反正也都是这些土山 他们在路中 前方经过陆西方拉起 库鲁克塔格山属于南天山东段 山脉绵延数百里 与阿尔金山昆仑山一起 将塔克拉玛干沙漠封锁在塔里木盆地中 同时也是塔里木盆地和烟旗盆地哈密盆地的界山 库鲁克塔格山脉虽然没什么名气 但提到罗普泊的人都会联想到库鲁克塔格山 并将其作为坐标参照物 古老的孔雀河就是沿着库鲁克塔格山南路边缘流入罗普泊 河流干河之后河床依旧 沿孔雀河道就可以走进罗普泊 一般走罗普泊的人常以库鲁克塔格山为参照物 据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弹坑就在克鲁克塔格山脉的挖地中 至今还有近两公里直径的锅壮弹坑痕迹 库鲁克塔格山东西虽长但南北并不宽厚 没几分钟便走出了山区 接下来又是一马平川 从这里到连海世界只有十几公里了 沿着218国道继续前行 晚上8点26转向通往连海世界的专线公路 它是沙漠中的一个湖 哇 太喜欢他们这儿的路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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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不飞呢 路两边好像都是农田 伴着膝下的阳光走在林小路上 突然有了一种田园风光的感觉 你看 下弯了怎么来了 真是晕了 真是晕了 这 momentum 下弯了 0后 Crow 连海石头 向右前方行驶 进入内口 随后100米左转 前方 连海石头走转 没人了 也不止拐了几道弯 晚上八点三十五 我们终于来到了 我自滕湖而红口连海世界的停车场 停车场里几乎已经没有车了 停好车走进去看看 工作人员说刚刚下班 现在走进去坐不了船 啥也看不到了 明天再来吧 不思滕湖连海世界 也算是一座五维景区 就在孔雀河边 景区因睡帘而闻名 拥有我国最大的野生睡帘群 看不到睡帘 只能遗憾地离开了 走在景区门前的木桥上 很多燕子在欢送我离开 好 咱们正好去那个绕湖去 方行驶 咱里边就是坐船 你直接走到哪头坐船 想走前方行驶 那不坐船的话呢 不坐船你就是去不了 那些关键牌啊 哪儿去不了啊 晚上八点五十 我们离开连海世界 到目前来说 晚上到底是住在博湖县 还是燕崎县 还没有确定 先走过去看看再说吧 离开连海世界 我们沿着太阳公路往东 准备回到二十八旅游线路上 因为走那边有一段 紧临博斯滕湖的公路 趁着还没有天黑 看看有没有在湖边停车游玩的地方 刚才看到连海世界 是属于阿虹口旅游风景区内 阿虹口迷人的风光 也堪称是博斯滕湖第一景 可以说这是由无数的 湖泊河道组成的湿地 所以在连海世界门前 还有一块石碑 上面就写着 新疆博斯滕湖 我家湿地公园 这一大片湿地 一直在我们的左手边 路边还有博斯滕湖 输水干渠 与我们如影随行 大概沿着湿地公园 走了半个小时 我们又转到了 二十八旅游线路上 从这里开始 会有一段在博斯滕湖边前行了 别看这里 只是博斯滕湖 西南角的一小段 但也能感受到 博斯滕湖之庞大 看着车窗外的博斯滕湖 真的好像望向大海一样 这一段刚好在湖边 有个天然长堤 路边有个观景台 就是湖中长堤观景台 我下车拍了几张照片 就匆匆离开了 继续往前开 天快黑了 很快公路离开了湖安 晚上九点十五 我们到达了博斯滕湖的检查站 检查了身份证和行程码 继续前行 接下来会绕过大河口西海渔村 大河口是流经巴音布鲁克的 开都河 注入博斯滕湖的河口 西海渔村正是位于博斯滕湖西岸的渔村 如今早已经开发成了旅游区 大河口西海渔村是一个集聚特色的渔家乐性旅游景点 游客在这里可以做一天渔民 参与体验 撒罗捕鱼 捕鱼 钓鱼 做鱼 烤鱼 品鱼等旅游项目 因为小朋友们一心想着明天去湖边玩水玩沙子 所以暂时对西海渔村也是兴趣不大 远看着马上就要到博湖县了 既然不想在这边玩 那就不住在博湖县 争取天黑之前赶到燕七县吧 晚上九点三十五 路边又出现了花灯 看样子是到达博湖县城了 博湖县是八州所辖的一个县 位于燕七盆地东部 凯渡河下游 博斯滕湖西岸 东北与河朔县交界 西北与燕七县毗临 博湖县原属于新疆库尔勒地区河朔县 后来为了更好的管理博斯滕湖 1971年专门成立了博湖县 因境内由全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滕湖而得名 博湖县水草丰美资源丰富 其后温和湿润土地平坦肥沃 被誉为鱼肥草帽良多的塞外江南 博湖县城紧邻着开都河 估计沿河的公园会非常漂亮 博湖县城并不大 不到两分钟就传出去了 博湖县到燕七县只有12公里 再有十几分钟就到燕七了 燕七县也是紧邻着开都河 到达燕七的时候县城里路灯还没亮呢 燕七县竟古为燕七国 唐朝时设置有燕七都护府 燕七为安西四镇之一 现在的燕七回族自治县成立于1954年3月 位于天山中段燕七盆地中央 北与河境县河硕县相连 南与库尔勒市相依 西南与库尔勒市轮台县匹林 东边就是延波浩渺的博斯滕湖 燕七县不仅是南北江中央的物资集散地之一 同时也是相邻的河境河硕博湖等线和兵团龙二十八个厂团的商贸中心 一百米后 接近燕七人民广场 晚上十点 我们终于到达了开渡河边 燕七广场旁的酒店 没讲到酒店的停车位非常的紧张 好不容易才停好了车 酒店房间比较大 两个玩儿 玩了半天沙子 得赶紧先去洗澡 今天时间太晚了 就不出去吃饭了 再叫个德克式外卖来解决晚饭吧 我更喜欢在梯子上 晚上十一点多下楼取外卖 顺便买几块烟几瓶啤酒 小朋友们满身的沙子洗干净之后 开心的吃着汉堡 他们还在回味罗伯仁村寨好玩的事呢 那罗伯仁村寨到底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 咱们下期继续吧 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有什么问题请留言 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三叔 我们不见不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